国民健康署呼吁家长要落实用眼30分钟休息10分钟 每天户外活动120分钟以上的原则来帮助孩子培养正确用眼习惯 以及增加户外活动维护视力 趁着开学前就邀请家长带着孩子来进行定期视力检查 及早发现并进行矫正 根据国民健康署106年儿童青少年视力监测调查 结果显示 幼儿园小班近视盛行率为6.9% 到小一达到19.8% 小学6年级更高达70.6% 长时间近距离用眼是近视的危险因子 因此建立良好的护眼生活习惯 要从3010 120日常护眼原则开始 首先呢就是小孩刚出生的时候呢 小孩的视力其实眼睛 眼睛其实还没有长好 所以呢其实在1到3岁的时候呢 家长应该要避免小朋友去接触一些 太量太刺激的荧幕 像手机啊电视之类的 然后等到他大概4岁附近的时候 小朋友4岁附近的时候 只要你教他会比那个视力测量表 就开始应该要带他去检查 他第一次的视力检查 因为那时候眼球大概长好了 然后经过第一次的视力检查 除了看看视力有没有问题之外呢 还可以像我的朋友有检查中弱势的 还有邪视的 然后可以尽早发现尽早处理 那对小孩以后都是很好的 然后之后呢就是如果小孩都是正常的话 就是每半年我们固定上每半年找医生 检查一下视力 那最重要的是之后小孩长大了 我们要让他有很好的用眼的习惯 那就是刚才意识一直长这样的 30 10 120 就是每30分钟休息10分钟 还有每天带小孩到户外去尽量跑步 那我的小孩现在的状况是 他们看电视或用电脑萤幕的时候 只要我喊30分钟10分钟 他们就有点崩溃 但是但是我还是有这点坚持 那关于120分钟到户外呢 我是尽量因为现在疫情关系 还是不是很方便带到户外 但是因为每次去医师的门诊 医师连你跟他说医师再见 走到门口 医师还在说每天120分钟 跑出去外面放一放放风走一走 对所以我还是尽量记住这件事 然后努力做到 那最后呢我要说一件事 就是虽然近视呢 现在可以靠雷射手术来把它破除 就是它是一个病 然后好像是说用雷射手术 可以来治病 但是我还是想要说一句广告的话 就是天然你最后啦 受到疫情影响 儿少线上远距学习的时间 及使用电子产品的机会打增 国民健康署举行儿童护眼活动 呼吁家长帮助孩子培养正确用眼习惯 及增加户外活动 维护孩子的健康视力 那我老大是8岁 小的是4岁 那我通常我都是在他们4岁附近 就开始在他们每半年都会去做视力检查一次 那其实我们状况一直都维持的不错 那直到去年五月疫情的关系 在家里关了两个月 然后就直接放暑假 然后等到开学的时候 就收到学校的通知说视力不行了 那10月的时候 我们去找无医师做检查的时候 就发现小孩的那个视力 就是他那个忍试储备已经有点不够 老大小的还维持正常 然后经过一次的建议 我们开始使用低浓度的散酮剂 每天第一次 然后我们希望能维持他的原事储备 那三月的时候 今年三月我们有回去再回诊 那状况是维持住的 那当然会很感谢我们各位学位 一直找潜力的来帮我们忙 然后我们也跟教员部 一直在合作 教员部做健康的促进来 保护我们的势力 一直在努力掌握 但是我想我们的一些调查的数据 我们看得出来 右眼的一些小班的 大概近视的比例 大概是将近7%左右 我们的申请率 到了右眼的大班 大概已经将近9% 大概将近一成 所以我们发现到了小1的时候 短短的时间到了小1 大概将近2成的有近视 那更可怕是到了国小6年级 小6的时候 见了将近7成的人 都是有近视 所以这样的数据 让我们感到非常的担心 但是我们一年都是会认为 非常重视 我们也就不应 尤其是A长来做眼睛的保护重视 眼睛是我们的灵魂注意 你类似的话跟着我们的看到各种学习 这场大科 所以近视它是一种极变 所以告诉大家说近视是要治疗的 所以我们也在鼓励家长希望能够小朋友 过往有没有要见识 我们都希望你每年至少要到远克这边来做事例的检查 至少一次或者两次的时间能够到远克一次来帮忙 来做眼睛的一个视频的一个进化 或者眼睛的一个状况来做一个检查 来切除小孩子眼睛的一个重要性 当然我们这样子都呼吁大家为了保护小朋友的眼睛 特别这两年里面来讲后面的疫情 那么学校采取视讯的一个上课方式 小朋友就是用视讯来学习 他就跟这个赛季产品接在一起 所以可能眼睛的使用量就过度 所以特别又是现在暑假来了 现在来临 所以大家在暑假的期间 当然我们在这里呼吁希望保护司令 跟这种东西 希望说我们每天家长要帮忙小朋友 大概希望他如果没使用眼睛看东西 转一度在看这件事情 那么使用30分钟以后 那么希望他能够休息10分 然后希望每天能够带小朋友到外国中 至少要两个小时 就是一大二十分钟的时间 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一起来努力 那结果今天的记者会 希望大家呼吁我们家人重视 儿童的视力保健 能够让我们的小朋友眼睛 眼睛眼睛眼睛好 我们的光明为面 这样国家才会变得很进步 我想国建署跟国教署 长期以来对于学统的实力保健 都是共同的目标 那我们也依循着国建署 在专业的建议策略上面 我们也在校园里面推行 当然我们从99年开始 我们就引进实证医学 也就是拜托 高雄长任的国主任 他长期以来 我对于儿童实力保健 有很深刻的感受 当然这个过程当中 也做到也可以学会很多的方法 其实我们很多专业资讯 也是透过一份学会来这边来协讯 那当然我们在校园里面 刚才董事长也跟大家做了一些说明 我们推动的策略 我们还强调近视是疾病 那或许大家可以透过各种矫正的方式 戴眼睛一些色 或者是等等的一些矫正的方式 来让视力变成是正常 但是他疾病还是存在 他并没有办法治愈 你说他病灶一直都在那里 可能也是因为这样的权动 大家会去忽略 那这几年其实很重症的课案 其实每每听到 国医师在讲述他在门诊当中 有可能看到很年轻的学子 因为高度精湿而引发适合玻璃 甚至是失眠的这种状态 独行都会很痛 我想一直大家共同的痛 那这样的案例 其实不断的在发生 我们也感到相当的违迹感 所以在这边呼吁家长 真的是要每年都要带小朋友定期的规诊 让也可以是透过眼底的检查 透过赞同的方法 看到眼底的状况 才能够知道孩子现在目前 眼底的状况是如何 实力严合 能够改善 能够除却近视的一个发展 那第二个是我们在学校里面 刚才说我们也拎领大家要做户外活动 那因此我们推的是下课要进行 就是让小朋友下课出去走一走 走一走 动一动 再进教室 这样也可以让下一堂课的精神会好一点 那当然整体一天加起来 我们的希望 你会达到120分钟的这样的 获得活动的机会 当然我知道现在其实是机会是越来越少 但是我们就是尽量去做 尤其在假日 大家目前的疫情也稍稍稍稍稍去好 那就戴好口罩洗好手 那去户外比较疯狂的地方 让孩子去跑一跑 其实这一些都有医学实证 是颗粒减缓势力恶化的 那再来就是因为3D产品的一个 一个普遍性 可能孩子接触3D产品的机会就越来越多 那这个部分我们大概一直在叮咛 幼脸习惯是非常重要的 不管我是接触3D产品还是看书 或者是越多等等 我们还是要维持30分钟 休息10分钟这样的幼脸习惯 其实从小朋友到大了 这个是非常简单的习惯 但是有时候我们常忘了自己 所以其实吴医师之前也在进行说 我们又要在电脑上面设定一下 30分钟就让他在停一下等等 其实我们也只能都是想过头 其实家长和我们国建署 和我们学校的单位 那我们也可以是 其实大家都一直在努力 希望把这个儿童禁食的问题 可以做一个很好的解决 那为什么我们要非常重视儿童的禁食 因为最主要如果说你的年纪越小 犯了禁食之后 当你年纪大了之后 你的度数会比较深 那到八九百度 你成年之后 你的度数还会持续的增加 那你在40岁以后 是50岁 你有比较高的机会 群王爷 有比较高的机会 有比较高的机会 态度上会提早发生 当然在五六十岁的时候 你的视网防弯部的减息度 防弯部会配化 所以会让你的视力品质就会下降 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在额头 他在比较年纪小的时候 让他的近视不要发生 即使发生 他的速度要减慢 所以我想这个是国建署以及教育部 还有我们很多眼科医师都非常希望能够降低 而且很多家长也非常非常关心这件事情 那我们这一次呢 非常感谢国建署教育部 还有我们各位家长那么多关心 那我们也科医师会在权力的支持 那当然最近疫情的关系 线上的功课上课比较多 那我们还是要提醒 近距离的阅读工作 是一个最重要的近视 加深或者造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所以要为了就是说这个让小孩子 历了太过的时间 可能会对他的现实有非常大的影响 那我们也非常感谢国建署 借由这个计则会 让我们的家长们有一个正确的概念 那我们中华民国影学会的专飞机师的会员 在各位家长的附近 那大家可以每年到这个 不管是学校的筛检 或者是有问题到我们 检飞师的地方 可以做一个很好的筛检 得到一个非常完善的治疗 或者预防的建议 为了建立良好的护眼生活习惯 家长可以选择使用计时器 闹钟或电脑荧幕定时的提示等 提醒孩子用眼30分钟 休息10分钟 此时刻愿跳窗外 远地踏步伸展肢体 上个厕所 勤洗手或帮忙做家事 都是不错的方法 并且协助孩子 维持每天两个小时的户外活动时间 记者温宇郡台北报道 迎接中秋送礼的旺季 唐市政基金会以平安祈福圆满为主轴 推出多款秋节限量礼盒 邀请艺人林伯宏 担任年度代言人 与唐宝宝合拍影片 加入送爱行列 让爱散播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中秋节要到了 送什么好呢 欢迎光临阿布洛书 伯宏哥哥 这是我们纪念的舅舅礼盒 兄弟就是要抓地彼安 圆满的祝福哦 知名艺人林伯宏 担任唐市政基金会年度公益代言人 与唐宝宝合拍公益影片 林伯宏不仅热情相挺 还受到唐宝宝喜欢绘画的启发 特地准备亲手绘制的 中秋画作及卡片送给唐宝宝 希望鼓励所有努力不懈的唐宝宝 以及庇护员工们勇敢追逐梦想 那我觉得每一次的拍摄 其实跟工作人员的相处 还有跟唐宝宝的相处 都觉得很惊喜 因为像大家刚刚看到 他们这个非常热闹 然后很投入的这个歌舞表演 我就觉得哇 其实每一次看都觉得很为他们感动 对 其实我们在拍摄当天 他们常会私下也表演这些才艺给我看 然后每一次都有不一样的节目 对 有时候还模仿韩团的舞蹈 哇 我就觉得他们 有点像流行 你知道我刚才旁边看我就想说 天哪 如果是我 我可能都跳不出来 对啊 这个动感 然后这个热情跟投入 对 那非常荣幸可以担任唐宝基金会的领导代言 我在之前还没有跟 唐宝基金会合作的时候 其实就很常会选购他们家的商品 不管是肥皂或是零食 我对他们印象深刻的地方 就是他们的零食很好吃 对 所以能够代言的时候我就非常开心 那其实在代言的活动当中 不管是拍摄啊 或者是参与现场活动 其实常能够感受到唐宝王们他们的活力 然后也很温暖 我觉得在他们身上感受到的热情 感受到他们的回馈 可能那些正能量都比我能够给他们的更多 所以我觉得是非常感恩有这样的机会 那在中秋节快到了嘛 所以也会想要希望大家呢 可以在行有余力之际 就是可以多多认购唐宝基金会爱不罗嗦的产品 逢年过节的时候 我像今年中秋节 我就有选购唐宝基金会的产品 那我觉得在当你送出这些 比如说月饼礼盒啊 或是肥皂礼盒的时候 收到的人其实他们都能够 除了吃到好吃的零食之外 还能够感受到唐宝宝们在这些手工过程的用心 那我觉得是跟一般的礼盒有很不一样的感受 然后也会加倍的温暖 所以就是请大家多多支持 那就是中秋节快到有想说要认购几个礼盒吗 会会会一定会的 就是我一直在等他们的礼盒那个 你叫什么啊 商品行录推出 对一推出我就要去认购 因为在拍摄的时候有试吃 所以我已经知道我已经知道是适合送什么 对那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我自己很喜欢的方式 就是让身边的朋友也可以感受到唐宝正基金会的商品 除了好吃之外还有很多的温暖 像我之前有送给身边的朋友啊 比如说洋芋片啊脆饼啊 还有那个巧克力草莓香草的牛奶棒啊 各式各样的 唐宝正基金会举办宋爱活动迈入第九年 累计至今送出近七万份的礼盒 今年特别以平安祈福圆满为主轴 推出多款秋节限量礼盒 主打款越来越平安中秋礼盒 希望今年可以突破一万盒 让爱散播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疫情现在已经比较远缓 那这两年基金会不管是爱不罗嗦 或者我们的整个服务 其实受到疫情的一些影响 那当然我们的四家的门市 因为疫情的关系事实上已经很少人进入门市来做采购 那我们都改用所谓的网路跟电子商务来做一个操作 那捐款也是急速的往下 那因为很多公司行好事实上有的这钱从5月开始放五薪价 或者因为商业工业没有那么的一个发达 甚至整个一个物资的上涨 那人工又不好急 所以种种的一个原因 那造成了很多的经济 可能是没有以往的那么的好 那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服务 我们还是一样要继续的一个根源 那基金会在全台到年底 可能会有大概53个据点 那除了服务身份障碍 那我们也在服务公共托役或亲资管 那也谢谢大家长期的支持我们 那今年的中秋节 那我们宋爱打算募集一万盒 我们希望说透过社会大众 透过企业 我们来募一万盒的中秋的礼盒 来送给一些需要的家庭 那当然包含了谭宝宝的一些家庭 那包含了全台28所的其次其冲 其名学校的这些孩子 那当然还有包括 其实如果各县市或各学会 如果有弱势的一个家庭 中秋节想要吃月饼 但是没有月饼 那可以来我们这边来申请 那我们也可以送一额给需要的这些家庭 那这个都是我们今年想要的一个目标 那也希望说能够来达成 那今年唐政基金会爱不啰嗦的中秋月饼 我们主题是叫平安健康快乐 那因为今年受疫情的影响 那我们希望说我们每个企业或每个人 其实都享用爱不啰嗦 这些身上孩子所做的一些饼干月饼 那都能够平安快乐也都能够顺遂 那今年为了我们要募一万盒的 所谓的一个月饼给这些身上的孩子 跟需要帮助的这些家庭 那也希望企业都能够来支持来帮忙 那还有今年的盐物料 事实上是提高了很多的一个成本 那人工成本也提高 那每个人其实生活实际上都不是那么的好过 那也透过中秋节 希望来每个人都能够得到一个平安的一个中秋 那也希望说送礼采购都能够选择爱不啰嗦的礼盒 因为这今年从五月开始疫情 事实上也非常严重 那本来我们母亲节的时候 我们本来也议计要募一万盒的蛋糕 给这些单亲的或低瘦的妈妈 但是只募了大概五千左右 就代表今年的所谓的一个募的状况 并不是那么好 那所以中秋节我希望说因为疫情也比较严返 那中秋又是大家都能够互相抱脾肝或团圆的一个地方 那也希望说能够把业绩能够赶上 然后冲上来 甚至我们要募一万盒 然后给这些需要的家庭 那也希望说社会大众都能够支持跟帮忙 爱不啰嗦的商品真的很好吃 然后因为我自己可能就是吃零食 我还是会选择稍微比较健康的 然后吃到那个爱不啰嗦洋芋片的时候 我真的是惊为天人 你知道吗 就是它的那个各种口味 也算香的海苔的美食 都很好吃 然后吃起来又觉得很清爽 我今天觉得那个 简直是一个洋芋片的代言人 然后比如说还有那个 有一个很最近吃到的 就是那个杏仁巧克力甜点圈 这个也很好吃 那个我一次可以吃三个 对 那其实我自己在认识唐宝宝工作坊之后 我有就比如说在刚刚董事长提到 就是爱造式的产品 对在防疫期间其实我们也有购买 除了零食之外也有购买这些 肥皂啊然后参与他们的制作 然后去参观他们的制作过程 就觉得哇 其实他们是非常非常的细心 在从制作肥皂到裁切到包装 对那个每一个过程都可以看得到 他们的用心投入 对那我觉得这个肥皂也是我觉得很适合 拿来在疫情期间拿来大家互相送礼表达温暖的 那最近中秋节快要到了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爱不啰嗦 上面就写着英文的logo Aborazo的月明 对那这一次在 刚刚大家看到那个影片当中 就是也有试吃 我觉得又再一次感觉到那个 食物的那个美味突破 唐市政基金会提供多款限量精致月饼 手工饼干 坚果礼盒供民众挑选 让中秋送礼也能做公益 邀请民众一同支持唐宝宝们的九夜梦 记者联席会台北报道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街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清流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避之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富人 她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疫情期间假消息 可能就在您身边一定要聪明辨别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 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 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捕捉浮光掠影 当速写遇上摄影的主题站 在信义公民会馆登场 速写老师中晚起与摄影 艺术家魏子共同策展 另外也邀请到建筑师连红基与 业余的速写画家叶毅琴共同展出 欢迎民众前往欣赏各具风格的台北风采 与新义区永春皮风光 在台北市七所设大任教 交城市速写的中晚起老师 与摄影艺术家魏子共同策展 在信义公民会馆推出捕捉浮光掠影 当速写遇上摄影的主题展览 并另外邀请建筑师连红基 与业余速写画家叶毅琴 四人联手共同展出不同风格的台北风采 与永春皮风光 这国父纪念馆 里面有一个小小的角落 所以大家就想象不到 那我们画画的人大概会比较细心 就去注意到这样的一个角落 好 那我们的展场 其实这是一个很温馨的展场 那到这边的话 他这是猜猜看 但是他是拍照摄影还是画画 有两个答案 要表决一下 没错 没错 对 那他是透过一种美术的概念去处理的 那拍照通常比较不会就是说 有美术的方式去处理 其实现在有一些APP是可以这样做 今天也是一个机缘 并不是说预设性的 主要是来感受这个眷村的氛围 碰巧有这个展览我觉得是 而且他的主题又很契合这个眷村里面的感觉 然后刚好这个氛围和这个环境 我觉得能够帮这个展览 还有我们这个旅程也都大大的加分 算是一个双影的 像我本身很喜欢数学这种东西 然后可是当然每个人天分有限 我没办法做到 所以我就很鼓励小朋友 然后看到什么 想到什么就画出来 不要管像不像 就是因为把你最真实的去表达出来 是最重要的 这次四人联手所呈现的展览特色 让民众有机会欣赏到不同风格的速写之美 并结合长达300公分的巨幅摄影作品 透过美术手法来表现永春皮的视觉印象 这次策划的话我邀请四位来参展 那这四位的话其实也是来自不同的领域 其中两位是专业的艺术家 像我自己本身是从事速写教学很久了 那另一位的话他是以影像摄影为主的一个艺术家 那等一下可以问问那个策展人 那我们这个双策展人的话 这次找了另外两位 一位是建筑师 那他是很喜欢这个速写活动 所以他的这个参展呢 我想是可以代表说 某一个这个专业行业之下 那从事了一个休闲活动的一个成果 那另一位呢 他其实是上班族 他只是普通上班族 但是他曾经是我的学生 那他也是因为非常热情投入于速写的这种创作 所以他现在的作品呢 其实也受到他们公司的注意 他们老板还帮他策划一个茶水间一郎 所以他的这个速写创作呢 也等于是到了一个还不错的水准 所以我们这次策划 就是说结合四种不同的这个形态的人 不同形态的速写创作 来作为这个策划的这个展览的一个主轴这样子 那当然我们主轴呢 还是会所扣在这个台北生活 永春皮 所以其实我们会看到说 这四位创作者 他们如何来诠释他的台北生活 然后永春皮的话 是信义区这边一个重点的一个发展的生态区 所以其实我们的这个相关的活动设计 或者是我们的印象 视觉印象 我们还是会特别去琢磨一下这个部分 其实我第一次到永春皮去的时候 我非常惊讶是台北市里面居然有学校建在山上 而且是在一个算是一个 我们如果说它是一个凹地 或者是一个这种环虎的山 也是可以 然后我就发现到说 这个其实是我们 我们人们在印象中很期盼的一个风景 所以说我就长途的把它给表现出来 因为我是觉得这样的风景 它就必须要用这种表现方式 我就必须要把天跟地裁掉 然后它就是像一幅这种的国画一样 它是一个长条形式的 信义区是台北市比较年轻的一个行政区 大家对于这边的印象都是什么101这一类的 很时尚很摩登的感觉 其实以前我也在这边办过 策划过展览 那当时的话也是把信义区的整个四个生态 做一些比较全面性的去认识 重新认识 那其中就包括了这个所谓的自然生态 那自然生态当时就是介绍永春皮 对那永春皮也是信义区 民众呢 它其实很难得的一个休闲去处 非常的具有这种生态的景观 然后它是一个皮糖的概念 然后它其实已经很久了 历史非常悠久 这样的方式我大概已经创作大概十年 因为我一直在探讨摄影跟绘画之间的关系 我就想说必须要让大家了解 他们两个其实并不是相对立 他们两个其实是有密切的关系 摄影是在近100年发展出来的 所以说摄影跟绘画 他们其实会有密切的关系 那是什么密切关系 就是摄影师会去学习这种的画师 画师会来学习摄影师的构图跟光线 所以我把我在对于绘画上面的认知 放在我的摄影的作品当中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它很像一幅画 但是它实际上是一个摄影 然后这个里面也包含说 我在摄影上面对于光线的敏锐度 等等的一些的技巧 跟我对于绘画上面的笔触的认知 全部都放在里面 速写的话其实它是非常容易上手的 但是它还是要有一点点的美术基础 这样子 那这种美术基础在我的教学过程里面 当然很多是没有美术基础的 可是它可以再透过平常的练习来发挥这样子 然后我们就是不断的去培养这种 在练习当中建立一些美感 那其实它的工具很简单 就是像笔记本类似 然后篇幅不用很大 然后创作 时间上我们尽量快一点 尽量快一点 意思是说 其实你有点压力之下 你创作出来的这个线条 或者那个笔触 或者色彩 它才有一种极星创作的这种感觉 那如果是摄影艺术的话 它其实也是瞬间记录当下的画面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蛮不错的结合 那也可以启发民众 对于这个生活艺术美学的一些思想 叫想法这样子 透过城市速写 记录下眼中所观察到的台北特色 与信义区的永春皮风光 钟婉琪老师也欢迎更多民众 加入速写的行列 一起为城市生活 创造丰富的艺术活动 记者陈淑萍台北报道 全台首创的女力探索展 以自定义为主轴发展 重新定义女性 可以充满智慧 不用担心收入 不用依赖旁人 就能做自己喜欢的事 成为集结勇气 智慧 美丽于一生的新时代女性 全台首创的女力探索展 在南港平盖工厂登场 主办单位希望透过第一届女力节 以自定义为主轴发展的讲座 互动测验 市集 娱乐展演 让来宾体验思想独立 经济独立 行动独立的意义 女性可以充满智慧 不用担心收入 不用依赖旁人 就能做自己喜欢的事 完整定义自己的人生 比较关注女生 女力这个部分是 就是女生还是可以做很多事情 跟她的经济生活是可以做 然后希望就是自己 也可以像板上面的女性 可以有不同的发展 在女力学院中 期盼女性成为自主独立的人 让女性的成长更加显著 创造自信与自己喜欢的自己 过去在女力学院80%的成员中 皆能感受到令人拥有归属感 仪式感 互动感 安全感 价值感 进而有自信成为更喜欢的自己 成就更美好的自己 并且期待自己也能成为集结勇气 智慧美丽于一生的新时代女性 公民记者刘巧文 南港区采访报导 您知道吗 根据交通部的研究分析 有参加机车驾训者 比没有受训者的违规风险 减少了32% 正式风险减少了20% 为了要推广机车的驾训制度 公路总局台北市区间理所 特别携手合论企业 推出机车驾训补助 及报名机车驾训班的好康活动 想趁暑假考取机车驾照的民众 不妨把握机会 每年暑假都是机车考照的高峰期 而根据交通部的研究分析 有参加机车驾训者 比没有受训者的违规风险 减少32% 肇事风险减少20% 为了推广机车驾训制度 公路总局台北市区间理所 特别携手合论企业 举办赞助机车驾训的捐赠仪式 首创补助中低收入户 全额驾训费用4000元 共125个名额 欢迎符合资格的民众 把握机会报名 我想我们每年暑假 是我们考照的高峰期 我们交通部就为了 就是让我们的机车骑士 然后经过正规的 驾训班的教育 所以今年我们交通部 在补助的2万个名额 每一名补助1300块的一个学费 那希望能够有正规的学习 能够促进他们的一个 机车的行车安全 那今年我们大概 和任区业 大概在7月份 也攜手跟我们 台北市区间理所合作 最重要一点就是说 他们还提供中低收入付的 一些子弟 就全额补助协费4000元 那这个部分我想也对于整个 如果家庭有困难的一些子弟 那没办法参加我们机车驾训 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我们也希望藉由这样一个企业 善进社会责任 能够促进我们的整个机车驾训的 一个活动的推动 那我们希望说未来我们的整个机车 能够更安全 让我们的一个死亡的状况 能够更减少 好 那个合论这次补助的中低收入户 大概有125名 那每名全额补助大概4000块的 一个驾训的费用 那这个是不限户籍 那只要在我们台北市区建理所 辖区的不管是基隆地区 或者台北市区的一个驾训班 大概有8家驾训班 去报名都可以 那我们没有户籍的限制 只要你符合相关的 中低收入户的资格都可以 那个机车分级付款 本来就是合论企业的核心业务之一 那因为我们希望我们的客户 他在透过我们可以轻松的 来拥有一部机车 那我们也希望他能够用车的安全 那所以说我们合论 对于这个考照驾训的计划 我们一直都是很全力的推动 我们希望我们合论的客户 你不但能够很轻松的用一台车 还有在使用车辆上能够更安全 这是我们在乎的 可是我们发现台湾目前 对于这个机车驾训的计划 并不是那么普及 那我们希望说透过合论这次的参与 我们对于这个机车 考照驾训的地方 我们也针对中小企业 不是中小企业 就是针对中低收入户 我们会做一些补助 来赞助他们 能够来参与这个考照驾训的计划 那民众可以上我们合论区业的一个官网 或是我们台北市监理所的一个网站 那都可以报名 那报名之后可以到我们大概辖区的八家驾训班去学习 那驾训班包含我们大台北驾训班 还有福安驾训班 联合驾训班 华峰驾训班 还有滨江驾训班 那也有我们大概基隆的培德驾训班 还有大龙港跟光荣驾训班 总共有八家驾训班 那我想我们以往大概考机车驾招都是自学的 那可能就是朋友讲一讲 那可能教一教 大概当天就去考照 但是我们发现就是说 我们目前大概青少年死亡 机车死亡大概18岁到24岁是最多 而且占我们所有全国车祸死亡的六成 那我想就是整个的一个驾驶技术的不成熟 跟缺乏整个安全的观念 所以说我们机车驾训班 透过这样的一个正规的学习 它有大概16个小时 包含其中6个小时的学科的训练 还有10个小时的速科的训练 它会对于整个交通环境的一个风险 我想他们也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认识 那也会提高它整个防疫的观念 有正确的一个交通安全尝试 我想对于整个车祸的发生 跟行车速度的减少一定有帮助的 那根据我们交通大学 阳明交通大学大概有做过统计 参加过我们机车驾训的一些青少年朋友 那未来比如没有参加机车驾训 大概减少违规32% 那减少招式风险大概20% 我想这个如果参加我们的正规教育 我想是非常有帮助的 此外赞助活动也推出 三人同行报名驾训送安全帽 以及成功考照打卡抽奖等活动 那其中包含就是我们的三人同行 就要赞助我们安全帽 那另外还有就是每个月会抽奖 抽行车记录器 那另外我们会见证一些安全帽 或者那个行车记录器这些 来保障整个用路人的安全 这是我们希望能够激起来 投入这一部分的 跟这个道路安全有相关的活动 而且根据交通部过去的统计 那个过去五年 整个交通事故 大概机车都占了九成 机车占了九成 那现在大家对于这个汽车 你要考汽车驾照 你会去教信班 这个观念已经很一般了 可是大家对于这个机车 也可以参加驾训 再来考照 这个观念可能还不是那么落实 而且那个 现在我们一般的考照 都是在空地 在提访空地就开始练了 你这样会起 你也没有实际的经验 所以我们认为说 如果能够让这个机车 考照驾训的计划 能够更广泛的来实行 我想对很多机车组来讲 它的安全性 对它这个 这个骑车的自我防御的能力 或者对一些道安的知识 我觉得是会更好 这个是我们和润 积极想要投入的 取之社会 用之社会 希望能够做到的地方 台北市区间理所 相当感谢和润企业 落实企业的社会精神 共同来推广 机车驾训制度 希望吸引更多民众 先来参加机车驾训班 再考照 协助新手骑士 建立良好的驾驶观念 让骑车上路更安全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道 散播假消息 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 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 基隆有一名富人 在聊天群组分享 自来接中 药行夫妻 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 在LINE群组 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清流 也知道 搞得左邻右舍 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 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 根本没死 啊也没确诊 啊当地里长 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 夫人他解释 并不是有意的指示 转传没想到 事态会这么严重 他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 最后决定原谅 他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 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 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 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 三 养成讯息 查证的习惯 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 三 养成讯息 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 要记得欧中家集团 关心您 随着歌剧旅行 享受生活好歉意 台中国家歌剧院 与魏武营 携手推出双管优惠套票 邀请民众来趟艺术之旅 同时也持续歌剧院 永续发展的目标 邀请首席国际策展与交流的 女力加入行列 破坏愿景 一座人与艺术共生的剧场 扎根在地 也埋向国际 台中国家歌剧院 由艺术总监邱苑领军 西首副总监汪宏 邀请首人国际策展与交流的 燕济屏加入行列 他凭借着在纽约东南亚 推动艺术文化交流的经验 可以发挥跨文化协作专长 破坏节目 艺术教育策展方面 带领歌剧院 更具国际交流能量 中部地区有寄贫的参与 我希望能够把中台湾的 艺术环境跟场馆的营运 也都能够完全接收 在未来 不管是哪一位 我都觉得能够把台中国家歌剧院的营运 把中部地区的艺术环境的带动 绝对是比从台北的天龙国 我当初走的那条路 就从天龙国来的这种空降要更有力 季庭从他的视觉艺术的角度 分析了他的看法 他的观点 跟对团队的期待 那我从他的言谈 我认识了他 我觉得这个人是一个有国际观 有宏观 也有一个非常大的包容的心 他能够看到团队 或者是艺术家的潜力 那如何支持这些团队 跟艺术家往国外走 总监找我的时候 我就想 我去过歌剧院看过节目非常多次 虽然我过去这十年 过去的十二年有十年大概纽约 可是我只要在台湾的时间 可能有些朋友都知道 我就是很大量的看节目 因为我必须要收集 非常多台湾团队的制作和资讯 那我到过歌剧院非常多次 我觉得歌剧院做得非常好 所以总监找我的时候 我当然非常的开心 觉得这个赏识对我来讲 就是一个奖励 可是我也很紧张 因为我很怕我没有办法做得更好 但是我相信我们三个人家 家总在一起一定会比过去 开创说一些不一样的事情 三位女力将吸售实践 歌剧院非典型剧场特色品牌升级 强化与国际的连结 我跟汪红的交集是在 纸风车文教基金会 当时我们一起坐纸风车 一起坐绿光剧团 也是因为这样 我觉得汪红是一个 什么困难都能够解决的 一个艺术行政人才 因为做剧团 你在外面打听一下 你总是有无法预料 无法预期的问题的话 那汪红都能够解决 带了那么多团队 还有那么多临时人员 那么多志工 都能够请听大家的困难 然后立刻解决 所以我当时邀请汪红 跟我一起到台中打听 也是看着能够面对什么的困难 都可以立刻解决的这种能力 季萍呢 很多人都很好奇说 我怎么认识季萍 我换了季萍 我还烫头发 因为我相信大家已经都看到季萍 看不到我 所以我就不许 必须要烫个头发 让大家看个 哦 邱云你换了发型了 开玩笑 季萍跟我的领域 两个不太一样的板块 但是相同的是艺术 视觉艺术跟表演艺术 那季萍被外派到纽约 开始不怕困难的去 接触表演艺术 把自己的这个 我常常讲说 survival skill 他有非常好的survival skill 也可以经由他这种 打不怕死不退让的这种精神 让我们表演艺术团队 到了外地 到了国外 都能够很顺利的展览 也都能够被叛到 总监跟我谈到 非典型剧场的时候 其实非常的出动过 因为刚好过去这些年 在国外有非常多不同的经验 接触到不同的场馆 不论是所谓的视觉艺术的 博物馆的美术馆 或者是表演艺术的 剧场的艺术中心或艺术街 其实时至今日 就像我们已经过 《非歌传书》了一样 就是很多的事情 我们已经用非常现代化 非常当代的方法在处理 那艺术策展 包含表演艺术的策划 整个艺术节的构思构想 其实都是 其实我们已经不能用 过去的知识解决未来的问题 所以在很多的策划上 我们都会要有 自己跳过方架的思维 那因为丘元总监过去 已经在做这样的事情了 所以我们就是在 他已经练击了非常好的基础上 要再往上加一些 那刚好过去在国外有一些连结 然后这些人脉 是适时的可以用在剧院上 所以我最近就跟英文界的朋友说 以前我在做国际交流的时候 都是无私啦 但是我现在真的是有私啦 我就是一心向整个剧院 那当然这些回馈到台湾 无论是我们把台湾的制作带上国际 或者是把国际上好的制作带回来台湾 其实都是还是为台湾好 所以其实讲到最后 我们都是为了台湾好 其实还是无私 那 节目的破话 就是追随着总监的脚步 因为总监刚刚破题的时候 讲到了艺术总监制 这个的确是在国际上行之有名的一个概念 就是今天我们之所以有艺术总监 我们就是相信了他的视野他的专业 那这个艺术总监他的破话 跟我们的团队一起 我们如何把这一件事情能够做到最好 那所谓最好并不是专精 只往下深入 我们也可以横向的向外拓展 所以接下来我们在节目的企划 还有节目的推广上 都会尽量把这个光谱开到最开 音乐 舞蹈 戏剧 文学 影像 科技 几乎都会被我们含瓜在里面 所以我们拥抱各个领域的艺术家 那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跟艺术家 一起激荡出很多元的很有趣的 一个不一样的视野 然后新的面向 其中《形象公关部》其实是原来就是 我过去的工作经验 或者我跟媒体们大家其实都很熟 那在过去三年多的奠基之下 不管我们讲所谓的媒体公关 其实在自媒体好形象的部分 我相信其实大家对这个剧院 有一个不同的认识 就是除了我们剧场的精彩演出之外 我们非常多的活动 包括工作坊 包括讲座等等 让大家对艺术的距离好像不是那么遥远 也让台中的民众愿意进到歌剧院 不是只有买门票才可以来到歌剧院 那我想说在接下来的这个阶段 就跟总监刚刚前面所提到的 就是我们希望艺术跟生活那个连结 可以更不着痕迹 就是它本来就是艺术应该融入在生活里面 比如我们今天喝的一杯咖啡 或者我们在慕容和唱团的这样子的一个空间 其实这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所以在我另外负责的一块是顾客服务 那顾客服务当然有一块是我们讲观众的部分 我们也希望就是购票的观众 我们进到歌剧院在这个剧场前 都是一个非常舒服的一个经验 包括地线人员的部分 那在所谓我们刚刚讲的各个年龄层 各个年龄层 包括我们现在其实已经在规划 我们今年圣诞节了 我自己也非常期待 因为它有呼应到我们的非典型空间 那去年我们在圣诞节 大家可能有看到我们自媒 就我们有一个业代老公公倒栽 在我们六楼通话的火山庭 相关的周边的活动 包括大家知道我们住店的餐厅 其实这几年一直有很多不错的餐厅 它愿意加入歌剧院 也因为餐厅的特色 它会吸引不同年龄层的民众来到歌剧院 然后网红愿意打卡 网红打卡以后就会有年轻人来追 所以非常非常很多就是因为我们会是所谓的希望 就是歌剧院不是大家想像中是一个 基本上很很难进入的一个场馆 它真的跟大家的生活有关系 针对会员的部分 我们也希望能让会员的黏着度更高 那会员的部分不是只有购票折扣 那我可以规划什么周边的配套的 让他会觉得我有这张会员卡 我会跟不能举例讲其他的 就是这张NTT的会员卡 它除了所谓的折扣之外 我有专门投会员的 像去年度我们办了非常多 包括张靖的身体工作坊 只有会员才能参加 所以会员会觉得说 歌剧院其实把我当作是伙伴 好会针对我 好针对着不同年龄 才能去特别设计 今年歌剧院更与魏武营 推出双管齐唱歌剧套票 享八折优惠 周边住宿与高铁优惠皆已就绪 住管餐厅也规划歌剧主题菜单 期待串联全台湾院迷 随歌剧旅行享受生活 记者温郡台北报告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 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N轻松电台 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散播假消息 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 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 自来接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避之为恐怖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 他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他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他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一定要聪明辨别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加集团关心您 眼见一定为真吗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见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可以一画揭幕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贴物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 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看看新闻来源 作者还有日期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破解假讯息行动四不如要 不要只看标题不要分享不要按赞不要惊慌 要查证要查证要查证 中佳集团关心您 随着疫情升温 假消息满天飞 到底哪个才是正确的 利用以下三个超实用APP 简单操作快速查证 LINE讯息查证 加入LINE好友 提供希望查证之讯息内容即可查证 另外还提供最新查核讯息供民众了解 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LINE搜寻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加入好友 将收到的讯息整篇贴上 即可查询是否为假消息 买勾片 同样加入LINE好友 当您收到不明消息 直接转贴到买勾片 查证时可点选绿色按钮前往查证结果 也可点选橘色按钮 直接将查核结果转达给亲朋好友 记得收到疫情传言时 不转发多查证 散播假讯息不仅会发钱 还可能触犯行责 也会造成不必要的恐慌 让我们一起对抗病毒正向防疫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